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看到的這兩棟建築 新蒲經和舊蒲經 我想所有來過澳門的人對它們都不會陌生 新蒲經酒店於2008年開業 它的外形看起來就像火具 在賭場的外圍有尖刀狀的裝飾 賭場的門口就是虎口的形狀 所有建築設計都與風水有關 新蒲經的對面就是舊蒲經酒店 於1970年建成啟用 當時它就是澳門最大的酒店 亦是澳門首家五星級酒店 順著新蒲經一直向前走 便可以見到這個澳門蒲文學校 它是澳門現時僅存的一間 以葡萄牙國家教育制度和葡萄牙文 為教學語言的全日制普通學校 接著就去新馬路附近走走 從這裡走到義士亭前地 到路的兩旁幾乎都是金蒲 自從澳門通關之後 這條街上的金蒲生意間間都不錯 國內遊客的購買力度真的不可以少看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棟建築 就是澳門郵政局大廈 大廈在1929年落成 每逢正點的時候 這裡都會有鐘聲響 而在郵政局大廈的對面 就是澳門的市政署 它的前身就是澳門的民政總署 統管民政和市政事務 這裡就是澳門半島最著名的景點 義士亭前地 就快過農曆新年了 除了可以見到一個大財神之外 亦都用了很多紅色燈籠來做裝飾 喜喜揚揚 好有新年氣氛 晚刻時過來 著曬燈更漂亮 看看沙沙的門口 寫了多少貨品 澳門經過了疫情的三年寒冬 現在終於迎來了全新的曙光 義士亭前地一直都是澳門市中心 很多澳門的節日慶祝活動都是在這裡舉行 接著我們所見到的就是玫瑰堂 因為在教堂裡供奉的是玫瑰聖母 所以這裡又被稱之為玫瑰堂 玫瑰堂始建於1587年 整座教堂看起身父禮堂王 他是天主教的一名教士 在初到澳門的時候設立 在堂裡有很多幼畫和雕像 在玫瑰堂的後面還有一個小型博物館 裡面就收藏了很多件澳門天主教的珍貴文物 在這邊可以見到很多色彩鮮明的西式建築 地面的這些黑白形狀波浪形的路面 就是在90年代用蒲過碎石鋪成的 看起來就像波浪一樣延伸至遠方 每次過來澳門都喜歡去大山巴那裡逛逛 這次亦不例外 現在在澳門遊客的數量一天多於一天 在通往大山巴這條小路的兩旁 有很多間不同的澳門手信店 大部分的手信店所出售 都是以杏仁餅為主的各種餅類 以及各類的肉乾 看看道路的兩旁 隱隱約約還感受到 疫情三年對雙舖的影響 可以見到有不少急舖出租 你們看看通往大山巴這條小路上的人流 巨記門前在射貨 進去看了一下 工作人員說原味的杏仁餅暫時還未有貨 還未來得及補貨 看來今天的生意已經真不錯 這條路又被稱為大山巴首信一條街 首信的品牌真的有很多 這間大山巴餅家也非常多人排隊 在首信街這裡 每一樣食品都可以免費試吃 而且給你試吃的量一點都不小 我也試了不少他們這檔的肉乾 在大山巴首信這間店隔離的這條小巷上來 有一間專門賣澳門紀念品店 這間店開在這裡也有很長很長的時間 店內有很多種有特色的紀念品可以選擇 例如這些色彩鮮艷的蒲國雞 我選了一個大山巴形狀的冰箱貼 我自己就有一個習慣 去到哪裡旅遊都喜歡買一個 當地特色形狀的冰箱貼 回來貼在自己的冰箱上 我選了一個冰箱貼和放牙籤的蒲國雞 我選了一個冰箱貼和放牙籤的蒲國雞 是多少? 9月 可以變得比較便宜嗎? 沒有更大 沒有這個 bind 沒有這個 bind 好 福州人喜歡把公雞造成他們的吉祥物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像我一樣 買一隻花公雞到來做紀念品 在老口這裡就有一個NIKE的專賣店 這間店所出售的款式都非常新 很多遊客都在店內選購 包括我和我兒子 就算是新品也有折打 我們兩個非常滿意 接著我們就可以見到澳門最著名的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是澳門的標誌 大三巴牌坊是天主之母教堂 也就是聖保路教堂正面前壁的位置 這間教堂就於1602年開始修建 整個建築的工程到1640年才完全完工 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教堂的前壁 就是最後落成的部分 在1835年的時候 一場大火燒毀了聖保路學院和其他附屬的教堂 只剩下這個教堂正面的前壁 和一部分的地基和教堂前面的石級 整個牌坊的長壁就是巴洛克式的建築 但是其中的一些設計和雕刻 有非常具有明顯的東方色彩 上面的各種雕像許許如生 又被稱之為立體的聖經 大三巴牌坊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建築藝術 它是澳門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同時亦是澳門的白景之一 每一位來到澳門的遊客都會和它拍照留念 逛完大三巴之後 就過來營地街市市政綜合大樓這裡吃點東西 澳門的一大特色 在不少街市裡都可以吃到很多地道的小食 坐電梯上來營地街市的三樓 在街市的三樓 這裡就有一條美食街 雖然檔口不多 不過每間店開的時間都很久 這裡的生意很好 放到飯點的時候 所有的椅子都會坐滿人 這裡有幾間店 我們每間店都會點少少東西來試 首先在鄭忌這裡買個牛肉鍋蛋煲仔飯 在它煮飯的同時 我就去其他的檔買其他東西 我見很多人在泰王咖哩這裡排隊買粉 我又煮碗來試一下 一熟 牛煎媽媽不凍 接著買20元 不好意思 搞定 魷魚和蝦葉 還有什麼 雞翼 搞定 魷魚 蝦葉 雞翼 可以選擇不同食材來綠粉 我選擇三拼 魷魚、派葉和雞翼 50元一份 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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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了一個最小份的牛雞 50元 這間店的牆上貼了很多和明星的各種合影 我就覺得澳門人對牛雞情有獨鍾 間間牛雞店的生意都很好 阿姨說還未到我 叫我遲些才回來拿牛雞 我就去鄭忌拿我的煲仔飯 這麼快就做好了 這個牛肉鍋蛋煲仔飯 40元一煲 是阿姨自己點的 再在強忌這裡買兩杯雅煲奶茶 聽聞他們的茶全都是用雅煲煲的 售價14元一杯 多一點 自己根據個人口味需求加入糖 聽他們說 用雅煲煲出來的咖啡和茶特別香和牛白 下一个先吃 下一个先吃 下一个 什么都要点 再下一份先吃 再下一份 在澳门不单单有紫序金米 亦有这些很接地气的市井生活 今天在街市里面的这一餐 我们两个用了168元 终于轮到我的牛杂 50元一份牛的每个部位都有 紫棘牛杂的味道真的不错 在澳门 街市里面的美食也是澳门的一大特色 你们也可以去到不同的街市去试小吃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